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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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睇五间总结 我是FIKO奥义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复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复收市个别发展 相称组合指数升4点报3168点 深正成分指数升5点报11987点 互深300升10点报4077点 创业版指数跌5点报2623点 恒指方面 中复收市2054点升287点 国企指数升101点报6888点 带斯成交暂时有508亿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见到今天澳博早上的跌幅比较大 今早低开1乘1 然后越跌越多 一度低见2.6 创2009年5月以来的新低 中复收市要跌超过1乘3 公司昨天公布建议每4股公一股 发行14.2亿股 去到14.57亿股公股股份 占康大后已发行股份大概是2成 每股公股认购价是2.08 较上个交易日折养3成3 接下来看看阿里巴巴的表现 阿里巴巴据消息报道 大股东远银集团今年通过预付远期合约 出售大概三分之一的阿里持股 融资达到220亿美元 折约大概是1716亿港元 但阿里巴巴的股价仍然走高 一度高见96.2 但升6.5% 今天阿里亦会公布轨迹 中午收市升4% 另外今天苹果概念股亦比较强势 信誉升4% 高位电子升9% 有指iPhone14不加价 谷销情透过销量自行吸收成本 当中iPhone14系列为持同iPhone13同价 另有报道指 苹果公司因为考虑全球手机市场增长外制 兼需求下降 基本款入手的价格维持在799美元起飙 用来增加入门用户的购买力 接着看比亚迪的表现 比亚迪公布了上月的销量强势 带动股价今早早高开超过2% 高见298.4 中午收市升超过1% 集团首7个月的累计销量80.89万架 按年升超过1.6倍 累计产量81.59万架升1.6倍 单计7月份销量16.25万架 按年增长1.83倍 产量16.34万架按年升超过1.7倍 7月的新能源产量增加2.2倍 最后看长江基建 长江基建公布了上半年 顺利安年增长4.6倍 去到44.09亿 只要归因于英国业务 在去年同期受到非现金 遞延税项相关支出的负面影响 长建的中期息也增加1.4倍 平均0.7元 常见今天曾经升超过1% 高建49.5 创一个月的高位 总部收市是大概升0.5%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么多 我们之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我们之后见